让人意想不到的能吃的道具 1.肖深刻的六鼠里安迪在雪中漫步时 打在他脸上的雪其实是剧组精心制作的土豆薄片 而安迪爬过的那条肮脏满是污水的下水道 其实全是巧克力浆 观众们在看的时候估计是恶心地看的 但演员在演的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偷偷尝两口 2.其实有巧克力制作的电影道具并不罕见 在电影《超级学校法王》中 陈拜祥客船的运动会上吃的麦克风通货对比 很明显后面吃的就是巧克力制品 而白色的桌子是用白巧克力做成的 3.在雪国列车中 用蟑螂制作的蛋白质能量块 其实是用海带和糖做的 导演要求刀剧组一定要把能量块做得像蟑螂翅膀一样 黑鹊透亮的样子 拍摄时大部分演员对这种黑色黏软的物体表示难以下印 只有古一法式表示可以再来一个 话说国外是不是不知道归零高啊 4.杀手之王中这段大孝子生吃爷爷骨灰的片段 大家肯定印象深刻 小日子发起很来 真是什么变态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但其实演员吃的只是糖粉而已 而且因为加工过 味道也不会甜到发厚 5.在1952年的电影《雨中曲》中 有荧幕堪称影史上最为经典的《雨中歌舞镜头》 导演为了达到刻刻分明的雨滴下落效果 特意在水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牛奶 这样就能使水箱中喷射出的雨滴更加清晰 且富有明亮的颗粒感 也能使落在街面上的水不会反光影响拍摄 最终这场戏拍的七天 每天都要用掉数百公斤的水和牛奶 来维持每天六小时的人工降雨 你还知道哪些能吃的道具呢 欢迎来评论区里留言讨论